公告的法規的標準 我們去討論是不是還有在降低的空間 那另外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 我們還是要針對我們 特殊的PM2.5裡面的成分 我們要去一探討 因為如果說PM2.5裡面的成分 是比較多毒性物質的 那個標準一定要降低 這樣才能夠確保我們國民的健康 大概是我們大概在兩週前 在國民中心大學有辦一個研討會 很多的專家學者都針對這些議題做一點建議 我在想未來我們還是非常誠懇的希望 我們這個MGO這邊能夠針對 特殊的議題做一點建議 我們這個行政單位 行政部門還有一些建議 那這樣我們這些學界才可以 從學術的專業角度裡面去看好 應該要怎樣落實 我們怎樣的特點 那接下來我們大概 大概八分鐘 是不是榮我講這一個slide 我明天就是 為什麼最好的話也別 有沒有準備好 這個是明天要 要同胞組要聽 就是中科四起二輪連續 然後差異分析什麼得益 那水提出來呢 就是行政業國家科學怎麼會 包括我們台灣這個學界那麼多精英 那麼多學科學的人 然後他提出這樣子 然後你看下一頁 下一頁 下一頁 他這邊講 這個是相思堯 他底下一個相思堯 那你可以看到 那個他去做一些study 然後PMS 他在四頁到九十二 然後他說這個是在標準之內 這部報告是在十一一零一年 就是現在是明天要公佈的 那這樣一個 一個結束的一個群體 我們偉大的這個 這個國家科學人會 他是用一個過時寬鬆 他甚至不曉得 我們環保署已經公佈 這個PM2.5 要開始好好注意 他就講說這個是核無標準的 所以就過來 然後我明天我會去 好好跟他講到底 就是說 我們國家科學人會 然後讓很多學界很多 包括這個中科管理局上面 都要亂講 那個 然後他竟然不知道 要用現在的標準 來好好評估這個事情 謝謝 這個辦公好 我們家博士 明天啊 我們都在八十四頁 管理開設計 為我們 要把這個 提議還是 提出這個 那我們現在大概有 一些時間 來 在做的先進 然後 要 要 跟楊波西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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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